知道为什么电影电视剧开拍之前都要搞个开机仪式吗 这个阿梅大学读的是影视传媒 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 跟同学合作拍了一个纪录片 内容是一个农村家庭的小女孩得了白血病 父母无力支付高昂的费用 还要供她哥哥上学 当时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 一是觉得很有意义 二是想拍完之后 在这个学校放映 看能不能帮这个小女孩抽到一些钱 那前期的拍摄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小女孩在这个期间 她的状况算是勉强维持 不过当时这个医生也讲了 说这个小女孩挽救的机率比较大 只要有钱 基本是可以救命的 拍摄期间 阿梅他们一组的六个同学 也给小女孩凑了大概有一万块钱左右吧 拍完以后就整理素材剪片等操作了 上传素材的时候就一切正常 但因为拍的时间有点久 所以这个后期剪辑要加班加点 阿梅他们六个人 四男二女 有两两组合轮流剪片子 每天除了凌晨4点到7点这三个小时 给机器休息之外 小组的成员基本上都住在机房 在剪片子的第三周 粗剪已经完成了 有天晚上 阿梅和另外一个女生惠子 两个人剪片剪到凌晨2点多了 阿梅有点累 就拉着惠子去卫生间 惠子拿着水杯 准备陪阿梅去完卫生间 再去茶水间冲杯咖啡 卫生间在走廊的最左端 茶水间在走廊的最右端 两个人先来卫生间之后 惠子就在外面等着阿梅 那正当阿梅放飞自我的时候 余光啊 隐约间看到右侧的割段下面 有一只小女孩的脚 可是转过头去看的时候呢 又没了 那大学里怎么可能有小女孩呢 而且这么晚了 但这个阿梅呢 她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就感觉有一点点慌 于是呢 就赶紧出了这个卫生间 就问 在外面等她的惠子 刚才除了自己 还有谁进去 结果这个惠子呢 摇了摇头 说没有人 当时呢阿梅就慌了啊 惠子这个人就比较八卦 一直追问这个阿梅 怎么了怎么了 阿梅呢 就说没事啊 就看花眼了 所有两个人呢 就往茶水间的方向走 但这个阿梅的脑子里呢 就一直是刚才那个小女孩的脚 那走到了茶水间 看到水还没开 两个人就等着嘛 这个时候呢 又来了一个男同学 看到又来一个人 这个阿梅呢 就不怎么害怕了 小声的把刚才的事啊 讲给惠子听 那惠子一听就笑了 说你神经病吗 人家小女孩还没死呢 阿梅呢 就觉得这个话啊 就不太尊敬 也不敢搭枪啊 很快这个水开了 惠子呢 就过去接水 平时那个饮水机的水流 是很小的 可是那天呢 那个饮水机啊 忽然间变得水流量很大 惠子的手背呢 直接被烫肿了 大半夜的也没办法 只能用冷水呢 就冲暗一下 等到天亮啊 再去这个医幼士 拿些药膏擦一擦 好 那为了不影响 这个骗子的进度啊 两个人呢 再度回到机房 可是 当他们坐下来之后 傻眼了 机器死机了 画面呢 就卡在小女孩 躺在病床上的镜头 当时的情形啊 是这个小女孩 忽然间发高烧了 医生呢 准备抢救 那小女孩呢 看到阿梅他们在拍啊 就冲着他们的镜头 笑了一下 所以 当时停格的画面就是 小女孩惨白的脸 冲着镜头微笑 那因为之前 那个卫生间的事啊 阿梅就觉得这个画面 有点诡异啊 但机器呢 怎么都弄不好 阿梅一着急 直接关店员了 等到再次开机啊 两个人就发现啊 刚才编过的一整段片子 全都不见了 那董后期剪辑的同学呢 应该知道啊 一边编辑一边保存 是剪片的第一要诀 两个人都是专业的 绝对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而且 两个人非常确定啊 就是出去之前 是保存过的 那最奇怪的呢 是这一整段 都是小女孩的影像 没办法 两个人呢 只能从素材库里 调出原始素材 准备重新粗剪 再编 可是 这一段的原始素材 也都出了问题 不是马赛克 就这个小女孩的 同期听不清楚啊 两个人当时也是一脸懵逼 当天晚上的编辑工作呢 就这么提前结束了 那第二天 把这个事呢 告诉了组里的其他人 有人呢就提议说 打电话给那个小女孩的爸爸 问问情况 实在不行 只有补拍了 当时这个电话呢 是阿梅打的 当他问到小女孩的情况时啊 小女孩的爸爸叹了口气 说八天前 他又发了一次高烧 医生也没能留住他 小女孩呢 在临走之前呢 还一直说 没有能亲口谢谢 帮过他的哥哥姐姐们 中国民间呢 有头七回婚的说法啊 而之前的那一天晚上 正好是小女孩的头七 事已至此 但毕竟呢 跟这个小女孩相处了 蛮长的一段时间 阿梅呢 他们就决定说 去看看小女孩 于是他们买了 小女孩爱看的漫画书 和芭比娃娃去看了他 一座孤零零的小粉 那奇怪的是 等阿梅他们从小女孩家 回到学校以后啊 之前那段 有问题的原始素材 全都恢复了正常 没有人在提起这件事 大家都在心里 默默的祝福这个小女孩 希望他在天堂 过得开心一点 那我觉得呢 小女孩应该是在 用他自己的方式 跟这帮曾经帮过他的 哥哥姐姐们 告别 好了 我是老飘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